用藝術思维为家乡寻找新出路的慈恩艺术村 新手花蕾县县政府邀请到树皮工艺师开设树皮布亲子颜西云 以面包树和构树的树皮和素材 制作海洋相关的主题手工艺品 期盼可以把工艺向下扎根再创新 也持续传承推广原住民的文化底蕴 位在家安厢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日前邀请阿美竹树皮布工艺师徐香兰 合作开设有构在树皮布亲子颜西云 透过采刮 爬 锤 泡 道 晒的六大工序 体验早期原住民生活的智慧 将这些树皮纤维制成壁体保暖的材料 与古老的手工记忆品 融入现代的创意思维 透过构树的原住民传承的树皮创作的东西 也希望让更多家长还有小孩子 知道我们台湾原住民在地的文化 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呈现 那目前我让他们采集两种 一种是面包树 我们随地都看得到的 还有就是构树 然后用画作的方式来粘贴不同的 不同跟海洋有相关性的一个创作的作品 就是海洋跟有一个就是 现在比较流行那种多肉型植物或那种空气潮 然后有一种花瓶 让它就放在上面 就是让你自己在你的空间上会有一种不同的视觉感官 这次特别感谢我们这个向南老师的一个邀请 然后跟我们来一起合作呢 这个推广我们工艺向下扎根这样一个目标 那也期待呢 未来可以把不同类型的这个树皮布的这个制作技法 分享给我们的小朋友 以及呢 尝试更多关于树皮布的这个跨域的一些创作跟实验 那今天是第一个系列的一个课程 那未来呢 我们也会持续开展 更多跨域有趣的一些体验给小朋友 运用面包树和构树的树皮 搭配素材制作成以海洋为主题的手工艺作品 透过拍打 锤栈等加工制成技术 体验传统工艺精神并发挥新的创意 也期盼持续让工艺向下扎根 传承与推广原住民文化的底蕴 更多活动讯息可搜寻脸书本四页 此人国际艺术村 记得蒋邦彦杰云相报导